真是一个好孩子 每当校长先生看到小豆豆 先生都会说 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这时候小豆豆就高兴地笑 蹦蹦跳跳地说 是啊 我是一个好孩子 于是小豆豆也觉得 自己的确是一个好孩子 确实 小豆豆身上有好多好孩子的优点 他对大家都很友好 特别是当有的朋友 因为身体上有缺陷 被别的学校的孩子欺负时 即便外校的学生一拥而上 小豆豆也要拼命地保护朋友 哪怕自己被弄哭也不在乎 遇到受伤的动物 小豆豆就不顾一切地照顾他们 但同时 小豆豆也有不少缺点 当他看到奇怪的事情 有趣的事情时 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经常做出让老师们大吃一惊的事来 比如说 早晨开会的时候 小豆豆一边往前走 一边把头发分成两个辫子 辫子垂在脑后 把便烧从两个搁置窝里伸出来 用胳膊夹住 表演给大家看 有一次 轮到小豆豆之日 他把电车教室地板上的盖子掀起来 把垃圾扔进去 可是 再想盖上的时候 却怎么也盖不上了 于是大家乱成一团 还有一次 小豆豆听别人说 大块的牛肉 都是用钩子挂在那里的 于是从早晨开始 只用一只手抓住最高的单杠 一动不动地挂在那里 过了好一会儿 于老师问 为什么这样呢 小豆豆正大声叫着 我今天是牛肉 却突然啪的一声摔了下来 一整天再也说不出话来 还有 午休的时候 小豆豆在校园后面的路上溜达 看到路上铺着一张报纸 不禁十分高兴 从远处弹跳起来 飞快地跑上去 跳到报纸上 结果 那是清早的人 移开了厕所掏口的盖子 为了遮住臭味 才盖上报纸的 于是 小豆豆扑通一声 掉进了厕所里 一直陷到胸口处 诸如此类 让自己大吃苦头的事 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但是 在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校长先生绝对不会 把小豆豆的爸爸妈妈 请到学校里来 别的孩子也是一样 每当有这类事情发生的时候 都是在校长先生和学生之间解决 正像小豆豆第一次来 八学园的时候 校长先生听他说了 四个小时的话那样 发生问题后 校长先生总会耐心地 听每一个孩子的解释 即便孩子们找的是借口 先生也会认真地听下去 当的确是孩子做错了 而且孩子自己也知道错了的时候 先生会说 请为这件事道歉 不过 可能大家对小豆豆的抱怨和担心的声音 已经通过小学生的家长 或者老师们 传到校长先生的耳朵里了吧 所以 每当校长先生有机会 就要对小豆豆说 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如果一个大人仔细地听这句话 就会发现 真是这个词中 含有非常深的意义 虽然别人觉得 你有好多地方 不像是一个好孩子 但是 你真正的性格并不坏 有好多好的地方 老师理解你 校长小林先生 一定是想把这个意思 传达给小豆豆 遗憾的是 小豆豆明白这一层意思 是在经过了几十年之后 不过 当时的小豆豆 虽然还不能理解 先生话中真正的含义 但在他的心中 也怀有了 我是一个好孩子的自信 因为 每当小豆豆要做一件什么事的时候 他都会想到先生的这句话 不过 有时候做完一件事之后 才会发现 诶 怎么这样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或许正是因为这句宝贵的话 决定了小豆豆的一生 而且 令人感动的是 小豆豆在八学院的日子里 小林先生不断地对他说着这句话 小豆豆 你真是一个好孩子